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出员工和团队的颁奖例 去表现一些有却越成就的员工和团队 虽然今年我们不能够做实体的颁奖例 但我仍然希望透过网上的颁奖例 和大家一起分享同事获奖的喜悦 今年我们有九位结出员工 七对结出团队和十三位优秀青年获奖 当中我们有些同事临时充当病痛的爸爸妈妈 挨奖底夜做足七日的战事 能够将压力变成动力的拍档 还有将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一团队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医院不同岗位 但都抱着同一个训练 唯有需要的人作不下的努力 我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付出 实现医院管理局群策群力的精神 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难事的 我沒有什麼成功經驗 我失敗給你 千萬不要失敗 最重要是嘗試 不要看到難就是難 你要律己歡一 這樣才是最好的 在金庸先生的小說裡面 郭靖說到 為國為民 合之大者 徐先生其實就是為醫院 為病人 他是鞠躬盡水 我覺得他是醫院版的合之大者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是違反一般的原則 最重要是outcome 千萬不要說 這個樣子未過這個批那個批 如果是大事大悲 作為專業員 你有上司的信任的話 其實應該要去go ahead 凡事的事 問心無愧 對病人有益的就去做 是整個團隊 卓越才有用 個人的優勢是沒有用的 你聰明是一個 整個村人聰明才是最聰明的 這個是我想 這麼多年都想成全 我們都是圍繞著 我們藥房的operations 來做改善 譬如我們是易開水 把我們日常做的operations 將它濃縮到一個program 以前我們可能開一個藥房 整個process 可能我們要20分鐘 其實現在我們5、6分鐘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些災心的問題 他會很幫忙 而且他不只是回答你一句 他會繼續延伸 教你其他關於那方面的東西 然後解釋給你聽 令到你是明白整個故事 而不是只會做那件事 其實我希望可以做到一個open mind的環境 可以讓同事溝通 做一個小組討論 提出他們的意見 還有從中可以聽到大家同事的feedback 想做到一樣 就是像brainstorming 讓大家可以想多些事情 最重要不要讓自己轉樓角尖 如果真的想不想 我寧願絕對project 然後等自己冷靜一下 可能會有一些新的idea 我覺得MS其實是一個很樂觀的人 他都很勇於去接受挑戰 所以我覺得他面對困難都沒有問題 絕對很容易可以克服 記住以不變的原則去應慢點 不變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我認為無論科技如何發展 我們醫護人員做事的原則 和我們的核心價值是不會改變的 例如我們要以病人為本 我們追求合作精神 我們對病人要有關顧和投理心 這些原則是這麼多年都不會改變的 我覺得Homping很有膠水的特質 膠水是什麼呢 膠水就是Grew 知是有要領 知就是guidance 會指導我們的同事如何做 Leadership 他會帶領我們的同事 如何運行一個活動 understanding 他會了解同事的需要 了解病人的需要 E就是empowerment 他會強化同事的knowledge skill 所以我就nominate Homping就參與 Eachever的選舉 從我小時候開始 已經給了很多機會 亦都很信任我 所以我很感謝劉老師 另外也想多謝 我其他團隊裡面的同事 一起齊心合力做 就算我們都很開心 我很感謝我們的同事 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時候 很多時候的事情 就不是一步到位 而是當中有很多不同的關卡 要去面對 為了過關的時候 要做出相應調整 跨越一個關卡 而改變自己 去體諒 去適應 所以不時都要問自己 其實你做醫生的目的是什麼 不要忘記初衷 其實最難處理中風 你是不知道幾時發生的 一分一秒都不能失去 要有心 有一個 passion 有團火的醫生 那馬醫生他真的做到 我腦細胞 未死前他已經救了他 病人本來動不了 要住十天 還要去治療養院 在他們中風做醫生 馬醫生的手下 轉頭走回 說不到話 說回給你聽 三天後出院 當然要多謝周醫生 還有我的老科上司 梁偉康教授 當然一定要說 最重要的是我太太 也很感謝他理解到 中風是很急的事情 最開心的是 病人進來中風做完手術 好回來 他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好像傷風感冒 入了醫院住了一天 這樣就好回來 這些就是最開心最滿足 我很高興見證大家結出的成果 獲獎的同事和團隊 勇於面對挑戰 不斷創新解納 實在是值得表揚 我也感謝在背後 默默耕耘的 每一位醫院管理局的同事 為著市民的身體健康 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多謝大家 Norman grandma 很高興 來了 えー тыся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